这是我直播拼这辆车的第四天 每天四个小时 现在车的底盘已经成型了 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要选择拼这么复杂的积木 我为什么不去买个高达来拼 OK我们先要开箱一下 这个卡达积木出品的 Master系列的法拉利跑车的一个积木模型了 它的包装是整个红色的设计 前面是这个跑车的一些纹路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 它一共是有3187块零件组成的 零件数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盒子是非常非常的重 是我有史以来拿过的 最重的一个积木盒子之一了至少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它一共是分了123456 6个盒子来分装它的零件 然后每个盒子上都有这个编号 来告诉你先拼哪一步后拼哪一步 这个还是非常良心的 你拼的时候会方便不少 然后在盒子底部 就是这个两落 应该是两落厚厚的说明书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一共是有6本 非常非常的厚 给我感觉是像是 小时候暑假作为做的那种 寻浴侧一样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贴纸部分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就把它拼出来 看看它究竟什么样 ık 师owi 熊 梁 咱 噢 度 将 Affiliate �신 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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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拼装的过程真的是蛮痛苦的 难度蛮高 可能是我本人第一次就这种可以见儿 还不熟悉吧 不过看到这些齿轮依序旋转 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又有哪个男孩能拒绝掉机械的魅力呢 另外像一些关键的转轴 卡达也有提供合金的替换键 让强度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轮毂的部分也采用了电镀工艺来制作 轮胎是橡皮轮胎 对了 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世界出货量第一的轮胎品牌是哪个品牌吗 问题的答案留在最后再告诉你们 真是帅的想骂脏话 拼装的时候的辛苦完全抛出脑后来 大家觉得帅可以把帅字打在公屏上 千万别客气 既然跑车在手 我们就出门去溜一溜 这个积木车还原的车型是法拉利的Italia 400万的跑车 虽说是积木拼的 但是整车的气质还是拿捏的死死的 从这边来看 由透明积木累积而成的车大灯 纵向延伸 与前轮突出的一字板 巧妙的融为一体 流线感非常到位 超低的底盘 与隐藏起来的进气格山 也突出了这辆超级跑车的身份标志 下沉的车前盖 应该会提供更棒的分组性能吧 对了 车前盖这里藏着这款积木车的电阻部分 负责着整个车的能源输出 打开电阻的开关与遥控器配对 这辆车就可以开起来了 通过遥控器可以控制前轮的转向 前进或者后退 和前后车灯的点亮 车尾最醒目的是法拉利引以为要的V8引擎 自然这辆车在行驶的时候 引擎的气缸也会跟随联动 这款车还带有三档变速功能 操控器还可以实现变速齿轮的换档变速 看到疯狂转动的齿轮 我这个机械控一分满足 这还不算什么 这款积木车的车门 还设计了类似真车的把守结构 可以打开或者是锁定车门 换句话来说 如果用哆啦A梦的缩小灯 把我们等比缩小 那这辆车是真的可以拿来开的那种存在 OK了吗 放吧 还有跑不动了 等一下 这车怎么跑得那么慢呢 说好是跑车呢 明明出来的时候车子是充满电的 回家之后呢 我再次给车子充满了电 在我家地板上 它的速度呢 要比水泥地上要稍微快的那么一点点 可能是车子实在是太重了 双电机也没法撑起整个车的重量 想要实现正常的速度 估计得上四点击 整张四驱的吧 哎呀 如果能找一辆真车来对比测评就好了 哎呀 对了 我有个哥们儿是汽车博主 我去问问他有没有办法 常常人能过动台法拉利吗 你看我像法拉利吗